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第一本也是我最受欢迎的书是《金融帝国》 这本书在多年以前就被翻译成中文出版了 现在最新的第三版即将面世 我还写了《文明的抉择》 中益版将于今年出版 多年以来我的《国际贸易与金融经济学》一书被翻译成中文 并在中国各地作为教科书使用 而且我的很多文章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发表 在北大 我曾担任两年的经济学教授 我在美国的纽约时报 金融时报 华盛顿邮报等报纸发表社评 我也在很多欧洲报刊 封面杂志 以及美国的主要杂志如哈珀杂志等发表过许多社论 我还曾经担任美国政府机构的顾问 也曾担任过加拿大 墨西哥和拉脱维亚的顾问 在美国 我是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分校的教授 这所学校是现代货币理论的中心 在此之前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 我曾经担任纽约新学院大学的教授 在当时 他是美国最进步的大学之一 我在那里教授贸易理论 我在新学院大学的讲座 形成了国际贸易与金融经济学一书 这本书在中国作为教科书已经使用25年了 我还曾经在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工作 研究公元前2000年和公元前3000年的巴比伦经济史 一个经济学家去研究古巴比伦似乎很奇怪 但我组织的哈佛研究团队撰写了青铜时代 静东的新经济史 静东是西方文明和经济实践的发源地 这是我对漫长的债务和金融经济史研究的一部分 我和哈佛小组的目标是追溯过去5000年的货币起源 债务关系和土地所有权的起源 我们的学术讨论出版了五本著作 他们改写了城市化私有化 记账货币和债务赦免的经济史 我们研究了在早期社会 当个人债务和土地债务导致财务流向债主 最终导致社会两极分化时 如何通过取消这些债务来避免经济的两极分化 这正是当今的现代西方社会尚未解决的问题 古代的近东统治者通常都会实行债务大赦 而在古希腊和古罗马 金融寡头最终兼并和垄断了土地 这是西方文明与过去一切文明的不同之处 也是现代西方文明与中国的不同之处 其结果是 美国和欧洲现在正遭受着债务通缩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债务增长了太多太多 以至于人们没有足够的钱 来购买他们自己生产的商品和服务 所以美国和欧洲正在去工业化 由于债务的堆积 美欧被推入了永久性的经济萧条 目前中国也面临着债务压力 但它能够通过政府剪辑某些特定的债务 而不是迫使实体产业和家庭破产来避免西方的问题 而在美国 人们都想着通过金融挣钱 我们不是通过工业生产来获取财富 而是以实际上损害当地工业的方式来掠夺财富 我来中国访学交流已经15年了 我之所以如此关注中国 是因为中国才是世界的未来 中国已经证明了 它拥有着世界上最具有生产力的产业政策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增长 比任何西方国家都要快得多 如果你回顾100年前 几乎所有的经济体都期待着 西方资本主义演变为社会主义 就像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政策一样 早在20世纪20年代甚至19世纪末 欧洲和美国就希望增加政府 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支出 以免费或者至少以补贴的价格 向所有公民提供 包括教育、医疗保健、通信、道路、交通 电话服务和研发等基本服务 这是人们所期望的 但它并没有发生 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所有的这些梦想在西方都已然破灭 玛格丽特萨切尔和罗纳德里根 是西方从工业资本主义 向金融资本主义转变的象征 这是一场灾难 公共部门被私有化了 公共住房也被私有化了 英国的住房成本飙涨 一路涨到两倍、三倍、四倍 美国也是一样 住房价格在飙升 经济规划从华盛顿和其他西方政府的手中 转移到了华尔街和金融中心们手中 从而通过金融来赚钱 在美国你可以通过去工业化 关闭工厂 把它们变成金融经理和富二代的豪宅 从而大赚一笔 突然间工厂变成了豪宅 他们不再生产商品和服务了 没有机器 没有就业岗位跟蓝领工人 他们过去都是在工厂制造商品的工人 这意味着1%最富有的人在规划经济 而他们的经济计划只考虑如何为自己捞钱 而不是如何造福99%的人民 他们是为了一己私利 因此我认为我能做的 对中国有帮助的一点绵薄之力 就是解释西方资本主义在哪里出了问题 以及中国和其他国家需要避免哪些问题 以免像现在的欧美一样陷入到债务通缩的困境中 最重要的是要熟悉工业资本主义 自己曾经制定的整个反对封建主义的改革方案 在19世纪的美国和欧洲 当工业资本主义兴起时 整个的想法是摆脱封建权利 摆脱封建主义 摆脱地主阶级 摆脱金融阶级 而这些正是中国革命的目标 将中国从旧的统治阶级中解放出来 这似乎是美国未来应该走的道路 但美国却走了回头路 二战后实力阶层发动了一场反革命 发动了一场反对劳工 反对工业的反革命 而西方现在仍然保长着这场反革命 所酿成的苦果 更重要的是要熟悉这些改革方案 这些改革中国称之为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是最后一位伟大的古典经济学家 推翻封建地主的改革 始于18世纪的法国重农学派 亚当斯密 穆勒等人发展了他们的理论 他们的目标就是让经济活动中 不再有人不劳而获 马克思的成就在于 既然前人已经证明了地主阶级是没有生产力 而只是拥有财产权 马克思要证明的是 工业雇主对于劳动力的剥削 马克思继承并发展了古典经济学 他认为未来的斗争将主要发生在劳工和雇主之间 他认为西方工业资本主义将解决封建主义的问题 他认为工业资本家将会消灭地主和在外地主 他认为西方工业资本主义将会消灭掠夺性的银行 使银行变成公共事业 这似乎在当时的德国正在发生 银行业为西方的工业化提供了资金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一切改变了这种趋势 银行业并没有服务于西方的工业化 欧洲和美国被金融化了 与马克思的设想正好相反 因此资本主义并没有像马克思认为的那样 以乐观的方式演变为社会主义 它实际上是倒行逆施 退回了社会主义的反面 退回了封建主义 这就是今天美国和欧洲仍在发生的事情 现在很显然中国也面临着房地产问题 金融问题 但我相信中国政府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我无法详细地阐述中国的发展经验 因为我的研究领域主要是西方 我可以向你们阐述的是西方的问题 以及西方在今天不断打压中国的性质 为什么西方要针对中国 为什么西方经济正在自我毁灭 当我在10年前或者15年前 开始在中国各大高校授课的时候 我结识了很多中国学生 他们身上有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 这是我在美国学生身上见不到的 这些学生无论是北京的天津的还是武汉的 他们都意识到了 社会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们意识到中国正处于变革之中 他们认为自己可以推动中国 走向繁荣的道路 尽自己的力量 可以在中国的反腐败斗争中发挥作用 他们不仅认识到需要私营企业来推动创新 而且认识到应该防止这些创新者成为亿万富翁 私人财富的积累必须要有所限制 他们意识到财富必须社会化 而在美国没有这样的精神 美国的学生们都跟我说 他们不想再学经济学了 首先美国的大多数经济学研究 不再谈论金融 不再谈论政府 不再谈论经济学史 在美国 学校甚至不再开设经济思想史的课程了 他们现在只教数学 所以现在美国的经济学课程 没有任何空间来容纳我所讲的内容 我们密苏里大学的一些学者 主要研究的是货币创造 我们一直呼吁应该把货币的发行权掌握在政府手中 而不是让它掌握在私人银行手中 但是那所大学太边缘化了 我们的许多教员最后选择成为了总统候选人们的竞选顾问 我们做了我们能做的 斯蒂芬尼凯尔顿是伯尼桑德斯的顾问 而我是丹尼斯·库西尼奇的总统竞选顾问 但是遗憾的是 民主党大部分人都是由华尔街所控制的 正如共和党被华尔街控制一样 我看不到 我的学生们也看不到能够真正解决困扰美国的问题的机会 在德国也是一样的 德国的三大政党都邀请我在他们的年会上发言 我想我是唯一一个提出的经济学理论被三个党派都关注的学者 但所有的三个德国政党都被美国在德国的干预所收买了 就像他们干预其他欧洲国家的内政来提拔亲美政客一样 所以不论是德国英国还是其他的欧洲国家领导政党的政客们 他们都代表的是美国的利益在行事 他们是由美国国务院机构所培养的 代表着美国利益而不是欧洲利益的 欧洲人觉得他们自己甚至没有能力改造欧洲 让欧洲摆脱美国和北约对俄罗斯和中国发动的这场战争 德国的商人们都说 我们正在被美国对俄罗斯和中国的战争所摧毁 我们希望和俄罗斯和中国做生意 因为那里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地方 但美国说我们必须成为美国的殖民地 我们无力回天 因为我们的政府被美国人收买了 正如我所说的 我的美国学生们也认为他们什么也做不了 因为不论是美国的民主党还是共和党 都已经被他们背后的竞选赞助人们所收买了 我们称他们为政治现金阶级 他们为美国的竞选活动提供资金 主要是华尔街大型垄断企业 石油和天然气行业采矿业 不过最重要的还是银行部门收买了这些政客 西方根本就没有什么民主政治 他们自称为民主国家 但实质上是寡头政治 他们自称为民主国家 但实质上他们是寡头政治 他们是被金融寡头所统治的 我认为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已经停滞 未来大部分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 将会发生在中国和亚洲 这就是我在这里与大家分享我的一些思考的缘故 我从21岁起就在银行工作 我的第一份工作在一家储蓄银行 中央储蓄银行 我在这儿干了三年 然后我到了大通曼哈顿银行 做了四年的国际收支经济专家 我所知道的关于经济学的一切 都是通过银行工作学到的 我没有在学校里学到这些知识 我在经济学博士阶段学到的东西 是一个科幻小说式的世界 这不是世界的真正运转方式 而是其中如果没有任何剥削的话 这个梦幻的世界将会如何运作 这些知识基本上就是政治宣传 但是当时我在银行工作的时候 真的有一个研究部门 我的工作一直就是在研究部门 我先是为投资抵押贷款的储蓄银行 做房地产的研究 然后为大通曼哈顿银行研究国际经济学 和第三世界的债务问题 即第三世界国家能偿还多少钱 然后是研究石油工业 怎样才能计算出石油工业的国际收支 这花了我两年的时间 我了解的经济学的一切 都来自为银行工作和地产研究 在银行甚至是在房地产公司工作 能使你看清这个世界究竟是怎样运作的 你想了解这个世界运转的唯一方式 就是真切的在其中工作 我从未做过任何我不相信的事情 我本职是一个统计分析员 而想要分析数据 我不得不创建一个完整的会计格式 来建立我自己的分析 这就是我在华尔街获得声誉的原因 我必须对铜市场进行分析 以了解铜价的走向 这样我才能计算出智利出口铜 获得的收入 能向外国债权人支付多少钱 这是在做真正的分析 统计分析工作中所使用的真实数据 了解在政府的统计数据中 去哪里获得背景资料 当你进入银行或者房地产公司 这些工作可以让你真正了解 中国经济或其他任何经济的 真正运转方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